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 可惊 玩这个我就觉得很精神了一下子 你现在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现在要必须要提前说一下 就是等一会的话会去开启游戏 然后开启游戏的时候 你只要是存货的的话 就要把弹幕给关了 不然的话就是他们会给你们透露 上帝视角的信息 所以说一定要关弹幕 他们会骂你 不要当他们 我就假装我现在没开直播 行鸡子蛙一直摸你肚子 防满进不到 行鸡子蛙一直摸你肚子 小哥你还把我踢了 你是三少爷吗 今天我是锦花 你在里面吗 今天我是锦花 今天我是锦花 绿锦花 不是万一是纳子杀的人我下一次都会说 万一是你杀的人我下一次都会说纳子哟 换一下 大家把颜色换回来就行了 那我那我换白色 那我换白色 那我换白色 然后放这个 我大开BT咯 那怎么躲的啊 我是那个里巴射 我是一只小锦花 我是一只小锦花 哈哈哈哈 一只摸一 对我这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名字变成你摸一了 说明这个就是可以从名二 谁先进来就用的这个名字 如果你名字一模一样的话 就是一二三这样 我去尿个尿啊 我去尿个尿啊 先来上个大嘴鞭 我再接 嗯 主要是这个游戏你知道吧 就很适合我们这种有脑子的人移动吧 所以当你玩这种擅长的游戏之后 你又发现 This is my short time 你还是考虑时间结束了就不能发言了 我先去那个啦 我先先发言 然后我把击杀时间调到15秒 15秒出门 好像又满了小哥你看一下 20秒差不多了 20秒 20秒差不多了 我的天 都进来了是吧 各位准备好了 准备开游戏了 请各位就是优秀的主播们把那个弹幕关一下啊 开了 嗯 我决定这未来这一天都要相信莫子 为什么呀 因为青老鼻说你说很帅 哎不是说谁说来的 他讲好几个人都说你帅 把你摸着肚子都给你摸平了肚子 开始了是吧 稍等一下 我先把弹幕关一下啊 接下来 现在是我的时候 各位先生和先生 36D好烦 36D好烦 为什么要烦 看看这个人在干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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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苏和36D是双狼 他们两个是不是双狼 完了 他们要双狼双刀 他们想双刀 五个人 五个人在的话 就就就就就就就 还比较安全一点 哇这个任务 大帅逼 大帅逼在干嘛 大帅逼在干嘛 大帅逼掉下了 没掉下 没掉下 没有 大帅逼掉下了 橙子狗一直追着我 我怎么要追着我 我怎么要追着我 不要追着我 都想杀我 都想杀我 我又想杀我 对不对 他们什么事想杀我 橙子狗在附近 还有大帅逼 大帅逼掉下了 橙子狗怀疑第一个 我也说 我看见橙子狗在我脸上杀人 又说现在双狼 双杀就杀得很快 橙子狗直接逃头出去 还有一个是他的队友 我不知道 但是另外三 另外的两个好人 一定要跟我同意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我问一下 南崔 哎不是我的队友是南崔 为啥南崔死了 南崔掉线了 他掉线了 哈哈哈 哎我杀我杀他好爽 我一过来我一看 哎 南崔咋消失了 我还想张橙子狗的呢 认了呗 认了就投你了 认了对 我杀了三个人 我在想应该怎么说 应该差不多没了吧 我看到橙子狗 我跟着我走过来就知道我要无了 哈哈哈 什么刀了我的脖子就断断了啊 这么快 你为什么这个杀人很快 对 因为我跟娜子 主要说一个的 南崔 南崔死了 南崔死了 对南崔死了 他死了 这个击杀太快了 要35秒的 好快 35秒的 有个人 你知道吧 又怕时间太长 很容易就 把我改一下 就结束 你可以改个30秒 30秒好一点 30秒 对 我没有活动过10秒钟 我刚刚走到那里 就被他 大帅等你一个 能不能去 我坐了两个人 我坐第三个人 你进去死了五个人 我人傻了 但是当时就算还有两匹狼 我也可以抓出来 除了陈死狗 除了蜡子 除了我就住两匹狼 再顺不住就OK了 完全没问题 好的 这一把又是一个小锦花 单纯的小锦花 单纯的小锦花 要不能一个人独走 单纯的小锦花 一定要跟着大家一起走 而且两个人四个人 还不一定安全 我们看到这边 好多人在一起 好多人在一起之后 怎么说呢 大家都不做任务吗 好的 好的 大家都不做任务 那也可以 那我也不做 大家都彼此 猜透不了彼此 大家都杀 仙叔想杀我 毕先生 仙叔在这边 陈死狗在里面 什么情况 不好意思 陈死狗脸杀老兵 我在上面 看着直指猩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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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猩 陈死狗脸杀的老兵 然后陈死狗是在监控尸杀的老兵 老兵 下面战斗过 他们共同看 然后陈死狗就把老兵杀了 然后阿团在我旁边的 过 好了我来说一下我杀老兵的心路历程啊 大家 我还没怎么认识地图 我在那里按地图 我走一下这房间 又爆了 然后我走到了一个好像保安室的地方 然后我旁边有一个熟悉的人是老兵 我跟他一起看到一会儿监控之后 我看到下边上好像没有人 然后我就把他逼咬了 然后我一出现 我发现外面一二三四五六四个人 排排站站在那里 呃那个我自首了啊 过来 直接投了吧 好的我跟你说 陈死狗投了 下一个投 拖你拖你 把36D莫子给杀了 你知道吗 我先去监控室 然后我做了任务后 终于在 这好快啊 他又没做任务我就跑出去了 然后就从下面 从秋寺最下面走上去 莫子先进去的 我就跟进去了 结果拖你就把他杀了 跑下一个就是拖你先头城市搞过 哎呀 这也太快了吧 你这么回事玩的很瓦呀 啊 这也太瓦了 这一下子就没了 我要准备 oh no 你看到我了 哈哈哈哈 对呀 这一局就感觉 也可以直接over过了 怎么回事呀 你现在玩的这么瓦吗 怎么这么快就结束 这一点意思都没有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老板 然后我旁边好像有个老 好像有个老保安 哇塞 我就把这保安给他弄了 狡辩一下 狡辩一下呀 要是我是狼 我被人看了 我也不 我也不说 我也要狡辩 我呢 我必狡辩 打死不认 我跟你说 不管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不认 我不认我自己是狼 我先提前给自己洗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有必要吧 没有必要弄灯光了 我觉得 即使 你不觉得吗 就为什么要去破坏这个 这个光的 哎呀 我给的是什么灯光啊 我要吐了 哈哈 我也想到先哥 哎呀 按着灯光去了 哈哈哈哈 哎呀 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弄这个灯光了 就可以直接结束了 这也太快了 直接over了 不要说这个主 谢谢爱听哥 谢谢爱听哥 谢谢爱听哥的飞机 谢谢 不是你们两个鬼是死上巨瓦的吧 真 哇他找的好快啊 根本不需要自上 直接脸杀 哼 哼哼 没办法呀 这这外面站了一堆的 哈哈哈哈 哈哈 他穿手票了 你死了不能说话是吧 啊死了之后不能说话 现在结束了 可能我这一局就等于说起 很明白了 这局已经爆了 哎 不是我还想当鬼 杀人的感觉好棒 但是你可以脚 你可以多狡辩一下呀 怎么躲人 就被杀了 我 我是准备跑的 如果我先不按 那我就先要老线头 可行不高一点 可是我咬不了 我是准备丢的 你知道吗 我出去我一看 我天哪 我一定要咬 如果我是狼 我一定要咬 我要咬死别人 我刚上完他 我走出来 外面站了一万个人 我当时出来看到老现在 我好想把老现在往前扒了 我以为你俩是双老人 哎呀 他就在我旁边你都敢杀我 没看到他 怎么又是好人啊 我这一把 我想当把坏人 大家都在那边打卡 完成了好多 这一波 大傻吹和36D 有问题 因为他们是没有做这个任务的 上面都是想做任务 大傻吹有问题 大傻吹有问题 大傻吹这一把应该有问题 我要跟着他们 我要跟着他们 大傻吹有问题 大傻吹有问题 大傻吹 大傻吹和 怀疑大傻吹 B先生应该不是假做任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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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先生是个监控 是个保安 他是一个好人 他是好人 啊 啊 啊啊啊啊啊 托尼托尼好像也是打卡了的 那群人当中也是打卡了的 托尼好像也是打卡了的 我也去打个卡 这里应该没人了 这回没人 我就可以好好在这里打个卡 插个钥匙 插入钥匙 大娘是好人 大傻吹跟着先说说 大傻吹跟着先说 我假装不在 完了 他们两个是双狼 他们有可能是双狼 他们两个一定是双狼 36 先说他跟着我 他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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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杀我 他们两个有问题 他们两个大傻吹 大傻吹先说说有问题 他们两个绝对有问题 稳定器稳定器 我们需要重新稳定一下 托尼托尼 托尼托尼 毕先生被杀了 刚谁往左边走了 当我知道有紧急情报的时候 我就知道肯定是有人死了 然后我的任务做完了 我在到处逛去找尸体 然后我在监控室里看到保安的尸体 对 我想看一下刚刚之前是有谁在左边的 因为我的任务全都是在右边的 我在右边实验室那边做完任务 我一条路都是在 基本上是靠到右 右下 这一波 没看到过人 然后 器件的话 我是看到 托尼是从 左上那边下来的 我在路上遇到过一次 然后在初始点里面 看到阿团做完任务下来的 我想看一下初始点里面 有没有尸体 看到也没有尸体 我就继续往下逛了 逛的时候 在表情是看到的 希望其他人报一下信息 好吧 就这样过 我从初始点出来过后 我往左边去做了任务 然后期间我看到个团哥 然后我们两个有互相的试探 那个动作 感觉他有点还是好好的那种 然后我把左边的任务 听完了过后 我就横跨中间 就看着碰到过大两 然后我就去了右边做任务 然后现在我最后的位置 是在那个 就是有个很长的一个通道 那个蒸汽通道那个位置 然后警察就想 然后过 我没有看到什么 比较异样的东西 托尼这把应该94%狼了 托尼不是鬼 因为我 跟他遇到的时候 他跟我一起往右边 然后我在左边做任务 碰到辣子 然后就刚好有命案发生了 所以是辣子 是吗 我不知道是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托尼 我跟南翠还有团子 我们三个是认定的 也好的 如果说 莫子说托尼他是好的话 那他们两个吃来包团的话 他们点的辣子 那如果说他们两个说的真话的话 就是 我跟大叔还有团子 还有托尼还有 还有莫子 我们几个人是好的 但是如果他说的假话的话 就是他们两个啊 过 嗯 因为我在左边做任务的时候 只看见了莫子 出现在左边 没有看见其他人 托尼这些我都没看到 我不知道哪里看见的 我觉得应该是莫子 过 我不知道啊 我就是这一把 一直在这里熟悉地图 王大 我觉得王大应该是个好人吧 我不想去再绣自己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的脑海里面有那种王大 就是因为我在右边看到过王大 呃 这个地图我不太熟悉 但是右边我刚去打探了一下 右边好像是就是那种 特别少人去的地方 然后王大在那个地方 但是他没对动手 但是他的 他刚说的话里面竟然没有我 我没有存在干嘛 我不知道是不是王大 哎算了我不说了吧 我也不知道 我反正就是我一直在摸地图啊 就你们投什么票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做评论 我过了 我对吧也没什么有效证词 我基本上跟仙哥是一致的 啊 我最后发生命案的时候 我是看到过 看到过石狗 看到过仙叔 看到个大傻吹 然后 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看到过B先生在那个 在那个监控室 他一直在那边看 然后我往下走的时候 到了个树的地方的时候 遇到了托尼 然后当时托尼并没有杀我 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我 我不知道什么那个啥情况 然后中途是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蜡子和 和墨子 然后这一波我应该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投 机票吧 托尼如果他是凶手的话 他一般 一开始应该就杀我了 本来我怀疑托尼和墨子 但是我觉得托尼如果刚开始在树下 就发现了我 他应该会杀掉我 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他应该不是一个凶手 那么就会在墨子和石狗和蜡子 他们三个人出 然后石狗的话 如果他是个凶手 他应该会杀人杀的非常的果断 那么如果他杀人杀的不果断的话 有可能他是个好人 那么凶手会出现在 有可能会出现在墨子 墨子 墨子 and and large and王大娘身上 因为王大娘可能是报警 但他不一定是好人 我们看到这边 这边是大娘和大傻崔在这个附近 大娘和大傻崔这个附近 大娘不会想杀我吧 大娘不会想杀我吧 大娘一直追着我 大娘一直追着我 我这一波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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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着人 这样子的话 大娘 nice 可以 出枪出的非常的果断 好家伙 还好我带了个小 盖了一个人过来 他才是真正的凶手 是这样子的 我本来是 我是任务做完呢 我就跟这些某人蓝车一起走 因为他们俩抱团嘛 我想说 就算有松松的话 不肯然都杀了 直接把我痛下杀死我 过来了 然后 好像是让我跟他一起去做过任务一样 然后就走了走了 然后跟墨子一起 往 左下走了 左下走了之后呢 然后 还好我带了 带了大娘 我以为大娘都杀我 就看到了 非常凶残 陈思狗扭到了阿可的脖子 跟我头 陈思狗 哼 哼 哼 呃 这把 我最后一个任务 是那个 就是那个药剂的那个 试验有60秒 我做完 我所有都没做完 然后就找大家报传 我在正下方的时候 我看到过一眼陈思狗 但是晃一下 然后那个后来 我又看到了仙哥 和 初一两个 然后我就跟他们这几个人 就抱传在一起 我做完呢 然后就其他人没有什么太多的信心 哦 我是一个好的 托尼这把有可能是个坏人 我觉得托尼和死狗 坐实了吧 因为他上一把是装晕是发炎 这种就是肯定是狼了 然后还有一个我就觉得应该是那子吧 对 托尼我觉得是托尼和死狗 我记得很清楚 我就是遇到那子 然后就有命案了 嗯 谢谢克朗朗朗朗朗的两个飞机 谢谢 谢谢克朗朗 在左边看到就是你 然后也没有你所说的托尼 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然后这一把我是肯定先托尘尸狗的 然后本来这把我是想跟着墨子的 我们俩人家僵持了一会儿 我看他往着人群大部队走了 然后我就放心了 我就一个人去右下角做任务了 不 我托尘尸狗 是这样子的 我交代一下我的作案行动历程吧 我真的不 我不是装闪知道吗 我真的不熟悉这个地图 大家会玩这个地图 我不会玩这个地图 我会很急你知道吗 我比较路实 我就到处走到处走 其实有好多个机会可以杀人的 我没选择杀王大是为什么的 因为王大当时在CD 我们两个在右边遇到过的时候在CD 我从那边杀了老逼 我一路跳过来了 你知道吧 老逼又在那里当宝王 跟我一起在那里看监督 为什么又自爆了 然后我当时杀船者的时候 也是他好像跟我遇到了一下 然后我当时在看周边有没有人 然后我确认了一下 好像你在下面做任务 我就上来把他抹了 结果你怎么又来了 我就很难受 哎呀我不认识地图好烦 我想当好人走一走 我想说我已经拿了也许好几把 我没拿过好人 我拿好人的时候 那个鬼可不可以别杀我 我就单纯地做任务 我绝对不举报 下巴我觉得我绝对是好人出身了 我绝对好人出身 我也不举报 就杀人在那里面 就杀人我都不说 我就想做个任务 手下地图 就是这是我为我现在来势的 这个做的请求 我就先去演 投下自己 我都还没发言 没有没发言 哈哈 我这坏笔 我这坏笔好多 我这坏笔 我这坏笔 有可能也是某种战术 主要是大娘发言太正派了 可能搬不回来了 就想着少说比较好 说多了说不定还会把队友给带上 算了 算了 我先把我任务做了 反正死了也可以做任务 刚开始不做任务是对的 做不定做任务还会被人杀掉 看一下有没有命案发生 我怀疑最后一个狼是托尼 我要跟着托尼 这一把我要看一下是不是托尼 我跟着托尼 城市狗一直跟着托尼 可能托尼就是那个狼 托尼要找机会刀掉仙叔叔了 他在一直看仙叔 还要动手了 还要动手了 这个手大娘来了 他没有时间动手 他没有机会动手 这个时候他很紧张 他很慌张 他一直在看 他一直在观察 仙叔一直在做任务 我根本没有空管后面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托尼在旁边 去 非常的想杀 但是旁边有两个人没办法 这个时候他等着他 他肯定是要干掉一个挺好人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他选择干大娘 还是要杀掉仙叔叔 OK 现在 谁死了 哎 蓝崔你真的是 腿跑那么快干什么 我们明明四个人一起走 他结果他突然跑出去了 我 我本来跟了一路 我发现找不到他人了 然后我就又返回来 找到新某人这边了 然后我 看了一下 半天蓝崔没回头 应该是死了 我就往上面走了一下 结果又发现蓝崔的尸体 呃 我新某人Tony肯定是好的 只能在 莫子和 娜子中间 看你娜子说了 嗯 就这样过 那有可能就是娜子 一定要相信我 我跟你讲 娜子他想杀我的 他跟着我 一路跟到上面 我就他 但是我就是保持距离 知道吧 我们直接选择 本能就是 我就往下跑了 然后往下跑了 如果说蓝崔是死在上半渠道 就是娜子 就是那一定要信我 我第一感觉 就是又第一轮 我摇了他三次了 但是他都没有死 所以我就觉得你们都不信任我 所以娜子才选择不杀我的 他刚那一把就想杀我的 然后我跑掉了 就头脑子 不要听他任何辩解 信我 先警保的飞机 先警保 莫子走了 再投我 行不行 因为莫子明显撒谎了 那一轮 就是最后这一轮 每一轮 我就先看着他 看着他 然后是我走的 是他跟着我的 明明是我先出这个房间 他一直跟着我的 然后我就 然后后来他就没有跟我了 是他先消失在视野里了 我可以和莫子一换一 先把他投了 游戏不结束的话 再投我 行不行 我觉得就算要先投 也应该是先投 蜡子 蜡子毕竟会晚一点 倒是 留着那个 因为在我的视野里面 我还怀疑托你是坏坏 我感觉托你 托你很很像个坏坏 因为他老实在说 自己没有去哪里 没去哪里 就不像个好人的发言 拔头都去过后 如果正法还没有结束 我们再投 为什么不让我玩点屎 我现在没事干了 我只能吃辣条了 我倒杯水水喝吧 我杀了冷水啊 你没看到吗 我杀了冷水走 别别别说了 快投票投票 这一轮过了 快点 过过过过 啊 啊 什么情况 托你 托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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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你托你托你 托你托你托你 他托得出来呀这件事情 他托得出来呀 啊 啊 信吗 通货 啊 你突 manufacturing 你托你托了她 哎呀我真的是 你好好骗呀 我們四个人站一起 他一直站到重任务 你站到他 你看不到他吗 然而是在我们中途走掉的 看到了呀 但是他这样这样说的 兄弟我看出来了 你有好兄弟的面 真的 兄弟 谁是坏人啊 我还是玩过狼人杀的 不能因为我不聪明 所以不疼我 我刚才全程在看鬼的视角 我死的时候 他们没事就去保安室看一下 里面也没有人 也该死我是狼了吧 保安室如果有人 别死 我只能跟人说 又是好人 我这把又是个好人 我这把 我这把不想 我这把不想被杀 我要跟着大部队一起 怎么没有人愿意跟着我 这个大傻吹 一直往右边走 是什么意思 没有人死吧 托你 托你要杀我 四个人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 五个人 托你往这边走 托你想干什么 大娘 遇到大娘 托你在里面 大娘 出去了 然后就是毕先生 毕先生和大傻吹一把 辣子在这里拉屎 辣子是好人 承识狗在乱跑 刚刚这一波应该有人修灯了 托你 托你 三十六 三十六滴 在外面 看一下毕先生会不会在那边 没有 这一波做一波认识 托你 托你走右边 我走左边 我走右边 我觉得应该死人了 这一把 看一下仙叔刚刚在这上面 有没有杀人 如果他杀人了的话 证明 没有人 那么证明这一把 他是个好人 他由于他是个好人 所以他才会做那边任务 先说这一把 是我的铁精髓 看一下这边 托你有没有杀人 托你刚刚走这边 没有 OK 托你还一直跟着我 如果托你要杀我的话 应该早就杀我了 那这一把托你也是个精髓 三十六滴 在做任务 也是个精髓 辣子危险 辣子危险 辣子 死了 他现在活力全开 没有没有杀我 那么这么 辣子也是个好人 辣子大概率是个好人 陈死狗就不一定了 陈死狗就不一定了 又当在我的边 又当面杀人了 我抱着按 我抱着按 这个尸体的位置 是在那个右下角的那个 就是封闭式的那个长廊 就喷消毒液那个 不会 我不记得我旁边有仙叔叔 他看到我 他看到了 然后春死了过后 首先 按照常理来说 仙叔应该是嫌疑比较大的啊 嫌疑比较大的 因为在这过程当中 我看到过 完了 黄哥也死了 然后仙哥应该是 应该是有那种 刚谁杀的我 陈死狗杀的我 仙叔好像在我旁边 仙叔这把人是好人 托里应该是凶手 因为我跟老仙头 一直紧紧的抱在一起 他是没有任何这样动机的 而且托里这一次 他都没有什么 就是特别 就是指证的人 死了五个人了 这个时候还能不及吗 如果托里是个好人 你今天换你也得给 仙哥换了吧 他的发言是这个样子的 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他应该是作案 已经杀了几个人了 然后尸体快要被发现了 如果后面能够有人 跟托里进行对峙的话 应该也不会 如果对峙的话 托里直接就指他了 托里应该是杀了太多的人 感觉优势很大了 这个时候 如果被别人指证了 他就会很危险 所以他自己去指证 但是他发言并没有给我 像是一个好人的心态 我觉得 托里应该是 不 托里应该是一个凶手 然后托里应该是一个凶手 然后托里应该只会出一个同伴 我跟老线都是两个好人 一直紧张抱在一起 因为我在多分 然后我就看着他跟着我 然后我想了杀了就杀了 但是他没杀我 那我做任务的初衷 他就一直紧张跟着我的 你抱了 我说过我说过我这把只做任务 辣子你再打死 你不可能是酸狼 辣子精心一点 托里应该不是说他们两个是酸狼 先说我可能是酸狼 那不存在的 我这票会偷托你 啊过了 辣子 原来要是你和羡慕这两个混吧 这死了四个人了 肯定抱团转的 因为我是好人才回来 我是最后一个看见阿团的人 看见阿团没有几秒钟 他就死了 应该就是给我一墙之隔 在右下角这个位置死的 我才进去做第一个任务 然后 托里 如果他是 凶手的话 他都杀了四个了是不是 那他何必就不再杀一个呢 去报什么案呢 我觉得就是你和羡慕能报团转 而且大厦出也死了 所以我 我觉得 婚礼没有什么问题 我再看一下墨子的说法 如果墨子说的比较好的话 那我就会 嗯 在你们两个当中投票 先投成这个 对 如果墨子说的不好 我就投托里过 对 哇 那子你不发言 我倒还有点怀 你发完言 你跟托里两个铁狼啊 完了 团子是在上半局 我也是最后遇到的 然后就发生了 另外有人报警的 你刚刚说辞就对不上 然后这个时候 只有五个人了 三个好人必须要把那个狼 托里 那现在最想 哇 这把我来归归票吧 先把托里投出去吧 因为 呃 一开始我跟城市狗两个是一起包了团的 但是我们在上半区 我唯一看到的本来是我跟城市狗还有阿团的 中途是报关一段时间的 但是阿团的上半区往右走了 托里跟过去了 然后团子死了 然后过了之后 我们从城市狗往左边下边走了一圈 然后发现阿团确实死了 托里的作案动力很大 这把归票 托里 完了 输了 游戏结束 game over 如果没猜错 应该就game over了 杀死你们 杀死你们 莫子啊 莫子啊 莫子我给你讲一下 我们这个游戏里面有两大定律 知道吗 就是因为你们之前没玩过嘛 包括城市狗可能不知道 如果说在场没有莫子 或者是我在 或者沙团 或者是老碧头在的话 我们必会把新某人和城市狗投出去 为什么 因为在场的一个就是 保安在 就是那个老板 老板活在 保哥是 老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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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男生和新某人的关系 他们俩的话 保护了一些时间 不然的话 就是其中一个人死掉 都是跟另外一个人有关的 知道吗 保安 保安 你知道吗 还有个定律就是 三十九 老板是凡快 Jorge 一条大家都 我想 反而可以 我怎么 我自己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点就是 最后遇到团子的人啊 其实我跟你说 其实最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辣子一直在拉屎 他没有空杀两个人的 对 他一直站在那的 是狼人 绝对不可能先去拉爸爸 而且还死了四个 什么辣子 如果是我是狼的话 那我何必要 辣子开局就说 他要去上厕所 他去上厕所了吧 对 我只要玩得好 哦 我就让我只玩得好 多讲道理啊 这吃吧 你看我把拖离推进口根了 终于让站在给拖离说完了 负负现药也要的 我本来说了 我准备一大部分多费 会有废话给莫子洗脑子 结果 第三匹狼出现了 我这把要跟着大梁 大梁去哪里 大梁是否认定的好的 我发现尸体在宝恩寺的门口 就是出来一点点发现的 然后我和阿团一起发现的 但是阿团就是出来的方向 有点像这个方向 和我碰头的时候来的方向 所以说我还要听阿团说一下 然后但是宝恩寺下面 好像就是发现 先本人尸体的下面 好像有一个人路过 不知道阿团看见没有 因为我警报 就先本人坏一段的时候 我就在找他的尸体 我觉得他肯定死了 然后再发现又想起来了 然后就这样 我一个任务的还没做过 我觉得看着大梁投票了 我觉得他应该看到了什么 但是我刚刚是 那只我是跟你一起 进来修店的时候 我准备直接去修店 然后结果我看得出来 看到外面又有一个尸体 然后我回头去点的那个尸体 然后被你点了 然后我当时还经过了 就是经过了右边那个摁手印的地方 我记得我是看到了一个人的 好像是好像是莫子 好像是莫子 然后其他的人我就没有见过 托尼然后死狗 还有大傻吹 没有见过 我会很很注重去听一下 陈死狗和大傻吹的发言 然后我觉得再还想听一下大娘的发言 哎我掉了 首先这个人有个定属的啊 我又没了 老板都挂了保安还在 这么这一点人就是大家人家不言很乱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为什么我老师掉 就这么个定属 其实首先南车还活着这一点 就是最大的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疑点啊 我跟我跟南车一起 冰山冰山冰山 我没有办法是不是了炸的呀 哈哈哈哈 别说了 我先投个南车一下吧 就投你 陈死狗 不是 我好想多发言 把这个王大的时间给他熬过去啊 不想让王大发言 我怎么又来了 那我们就认了吧 南车 你杀了谁呀 开了 又爆了 老板死了 宝贝爱活着 他怎么可能不杀 看你在那杀的 谢谢抽风的火炼鸟的飞机 谢谢 谢谢 谢谢抽风的火炼鸟 一个人 一个 这么好 一个人杀不完 谢谢火炼鸟 谢谢 冰山冰山 不是 我想保你 我想保他 然后 然后没有变好 你肯定就是同伙 我跟你说 只能咬啊 结果咬错了呀 跟你说 大多数人 一票没投票 就算南车吃了一票 他也不会变投出去的 看你妈 王大说完话了 你会不投啊 你就把时间护过去就行了呀 谢谢小黑哥的飞机 谢谢小黑哥的飞机 然后我一开始说我聊没了 所以我就说很难聊 你要聊120秒 到时候王大师也说说一句 谢谢小黑哥 我有信息要说 我有信息要说 那肯定熬不过去了 我跟南锤看到了尸体推报案 哈哈哈哈 我也想起这个安保进去 我就突然好后悔啊 杀南锤你知道吗 谢谢花生壶的飞机 谢谢花生壶 谢谢 不能杀老星头 他妈的这两个人 能不能富豪吗 啊 不能 哦 我跟你说 杀他 没有 谢谢花生壶的飞机 谢谢 我开架出去了 百分百的狼啊 这个 对啊 你怎么每一把进来都是狼啊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我是在谦选 那我以后惯性投他吧就 我已经没有我已经那个了我掉了 我都抓了那么多把狼了我怎么可能还要还要抓狼 有一个人要踢一下那个橘色那个对对对我要换成我的这个黄色 ok 我还没进呢 等一下团 诶 游戏跳了 跳了吗 还是我被踢出去了 我踢了 被踢给你 我进来了 我进来了 好的大雷进来了 大雷进来了 嗯 我不想当狼 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 诶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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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任务我都做完了他们不再做 他们真的假个妈咋的做 能不能做任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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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好的吧 两个人感觉好可怕 这边怎么这么多人啊 这边怎么这么多人 尘尸狗 尘尸狗仙叔还有大傻吹 这一波他们都在这边 然后尘尸狗在那边做火箭的任务 他这一把是一个铁好人 然后其他的人我就不知道了 这边是发现了辣辣子的尸体 我在左上角的最里面的衣物是吧 应该是发现了一个屁股 然后我跟千哥在抱层做任务 抱层做任务的时候 坐到中间 左中间那个位置吧 中上中上的位置 碰见了尘尸狗 还有那个一个 碰见尘尸狗跟谁来着 然后一会儿仙哥帮我补一下 我忘了那个那个人是谁了 从那个里面出来 是我呀 好的 保安发一下言 保安在监控室看到了托尼 大娘从托尼的尸体路过 大娘仔细发一波言吧 这一波虽然说你报案是报的是纳子 但是我是看到 我去 我从保安室看到了 大娘从托尼的尸体路过 好吧 这一票我大概率是投大娘的 然后我在监控里面看到是 仙儿 蓝炊 阿团 还有尘尸狗是在一起的 事业里面唯独消耻的就是 呃 莫子和大娘 然后 大娘解释一波过 那完了呀 大娘没了呀 忘记保安定律了 早知道应该先去刷保安你嘛 刷死保安 你死定了 老保安 你下一句 屁死啊 保安走好啊 先对保安说句再见 怕以后没机会了 下一把只能张莫子了 但是这么多高手 我该怎么玩啊 我玩不了了 我感觉 这一把 杀莫子也很难啊 怎么办 30年老保安从未死守啊 这一把要跟着死狗 然后找机会 第一个都死了 找机会把 把仙叔给杀了 要找个机会把仙叔杀了 我有点怕 哎呦 我有点怕 毕先生 毕先生在做灯光的任务 这个时候不能杀毕先生 因为刚刚死狗是看到了我 我过去的 所以说这一波我们不能直接杀毕先生 然后我们来过来假嘎妈嘎看一下新电图 OK 现在没有人死亡 没有人死亡 那就证明什么呢 杀手还没有动手 那么为什么杀手不动手呢 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这个时候已经全部的人都消失了 那我趁机在这边做做任务啊 做任务 然后看看到处有没有人 OK 我们在这假个漫画做做任务啊 OK 那么大家都在一起走啊 都在一起走 这一把 大家都在 白色 红的 然后蓝的 然后黑的 现在只少了谁啊 只少了 好像只少了10个 只有10个我不在 只狗在这边做任务 所以我在这边做任务 OK 12345 现在12345 就正好 我们现在就是5个人抱团 我们现在5个人就抱团 我们就抱团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做任务 我来 我来做一下这个任务 我来做一下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好像非常的难做 非常的难做 但是大家的话都走一坨 那我这个时候我也只能走一坨呀 那我没办法 我只能做做这个 做完任务了 但有可能会怀疑我 有可能会怀疑我 而且这一波我还不能杀 我还不能杀仙叔 因为他们是看到我跟仙叔走的这边 如果杀了仙叔的话 我就直接自爆了 所以我一定不能杀 我们赶紧过去 然后看一下大傻吹过来 然后从这边过来 OK 人都是活的 OK 那就OK了 那么这一波的话 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干什么 怎么办呢 我们等一下要杀的话 一定得杀仙叔或者沉死狗当中一个人 然后不能不能分开 现在消失了只有莫子 莫子跟莫子跟 就是谁消失了 和B先生消失了 然后我们三个是走一起的 我们三个走一起 我们三个走一起 如果这个时候我能找准机会把莫子杀掉 或者是把B先生杀掉 我就可以张莫子 我就可以张莫子 但是B先生多半他是在那个上面的 这个时候应该是需要杀一波他了 消失火 消失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我找准机会了 把B先生杀掉 我本来想下一波 我如果再能杀一个就杀 杀不了 我就张莫子 我说莫子跟我们分开了 我又张莫子张莫子啊 我觉得这样时间还是改升20 保持我是好人身份 但是B先生死了 对啊 改升20吧 可以啊 可以啊 我感觉狼人还是不太好赢的 可以啊 可以啊 改升20啊 对 好人发言优势太大了 因为他杀人 他只要被人看到他就没了 城市狗 那这把有可能是坏人 你发现了吗 狗这把有可能是坏人 因为他 因为他那个 因为他 因为他那个啥 因为他想杀人 他替杀手说话 他这把肯定想杀的爽 我跟你说 他肯定是坏人 我跟你说 这把他避坏坏 我跟你说 这把我要找一个好人 不行不行 死狗在这边 我要跟着蜡子 跟着蜡子 跟着蜡子 蜡子救我 蜡子不会是坏人吧 不会蜡子是坏人吧 我觉得死狗如果是坏人呢 不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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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尼 狗尼 毕先生 大家一起走 大家一起走 现在时候蜡子和陈四狗在这边走了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蜡子出现 蜡子射体的话 那么这一波的话 就有可能 这保安他天天就站着跟监控师不走了 这保安 陈四狗 陈四狗要杀 陈四狗要杀 陈四狗要杀毕先生吗 不会 他不会杀毕先生吧 如果敢杀毕先生 我直接报案 我跟你说 保护保安 保护保安 看看 看看这边有没有死狗有没有死 如果死狗死在这边的话 证明一定就是莫子杀的人 死狗去哪里了 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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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一波我看看啊 看一下 又黑了 又黑了 要做任务了 要开始做任务了 那么看一下这一波到底什么情况 托尼走到我旁边 托尼去做任务 最后人做灯光的时候 只有托尼一个人 OK 那么托尼应该是个好人 如果他是个坏人的话 我就死了 现在蜡子和陈四狗相继进来 两位没有出现商务 我们看墨子这边也是活的 B先生也是活的 仙叔不见了 仙叔和大娘不见了 这个时候如果大娘或者仙叔死了 那么一定这个凶手就是他们两个之间 我先去看一下心电图 有没有人发生失误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心电图 有没有人死掉 果然 这谁死了 先报个案 我报的案 刚刚在这个期间 我看到了很多人 当中看到了死狗 看到B先生 B先生是一直在监控室没有出来的 这把有两个人动了手 然后中途我没有看到的人是谁 蜡子 不不 蜡子和陈四狗 还有托尼 还有B先生 还有我都在我们的饰演范围内的 然后除了 除了这两个 就是大傻吹 暗的仙叔 两个人没有出现在我的视野内 这个时候我发现不对劲了 而且大娘已经很久都不见 这个时候我去看心电图 我没有发现 然后这个时候看到大娘死了 我就赶紧报了案 然后估计 估计那个墨子是刚刚死的 估计鸡腿还是热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 他最后是跟谁相见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可以判断 我主要想听一下大傻吹 暗的仙叔叔的发言 我从左下往上去的时候 往保安室走 然后碰见了娜子 然后娜 距离拍案十秒之前 碰见娜子 然后紧接着我看到了 老B在保安室 这就没有什么有消息息了 好吧 我没看见是谁想的娜子 但是我看见了娜子 大傻吹这一波发言非常的虚 并没有让我达成满意 对不起对不起 所以现在大傻吹跟老仙头 两个人是分开走的吗 那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的话 他也没说他这一把激进的 跟老仙头抱在一起 那我觉得可能凶手 真的就是他们两个 我一开始以为团子是一个凶手 因为在安保市的时候 我去路过安保市的时候 我去看了一下 我想看看老B还活不活着 是不是 他要是死了 我就去过去报告案 然后在那门口 我又看到团子 因为团子其实之前一直在 伪随我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以为他是想杀我 他在规避他 然后在我到保安市看到的时候 我一看到门口 先看到团子 然后我就想 鸟臂是不是私底在那里 啪我也进去 看到老B站在那里 然后我就迂回 然后我发现 他的心态好像是 是不是跟我一样的 他可能跟我的心态都是一样 他说这么多废话干嘛 又不是我们俩傻的 然后那个时候 我觉得团子应该是个好的人 然后那我就走了 我就继续去做我的任务去了 然后在路上 我看到过一次老仙头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蓝锤 老仙头是闪着走的 他是一个人走的 他是从右上往左下走的 你要快点说了 后面没时间了 然后修理灯光的时候 我好像看到过蓝锤 但是我从 从别的时候开始 我就从来没有看到过老仙头了 他是不是想把时间混掉 过来 呃 就是前面的我就不说了 后来第二轮就是做任务的时候 我就去了右上 呃 右上那个走廊里 我看老仙头一个人 从那里跑出来的 我就想在那个走廊里 然后能不能就是每个房间搜索 能不能看到尸体 因为我们之前修店的时候 没有看见他嘛 然后后来看到走到一半二的时候 就按警报了 就是这样 然后走中间一下他们的发言 过 我先其实也是往右上去的 然后看到仙哥在那里 我做了那个望远军任务过后 灯锡了 然后我就一直往那个 就灯的那个灯箱那里跑 然后我就在那里 把灯箱那个任务做了过后 这个期间就来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团队往这边也在靠 然后其他的也就没看到什么 别的东西啊 他们俩是在那里很清楚 过 不用怀疑我 我一定是好的 因为我现在专门留了一个好人 只有好人能做的 傻门任务我没有做 你们不相信我可以跟我一起去 所以说这把怀疑我的城市 给我拖了这么久的时间 只给了我十秒钟的时间发言 我严重怀疑他 因为他说的毫无营养 所以说这票我投的他 过 我先投一把大傻吹 我觉得大傻吹比较可疑 爱神除掉 因为他还在那边混 他没有疑言吗 他死后还发疑言吗 没有 没有 好吧 其实我们可以增加一个十秒的疑言 那种感觉 可以 可以 我觉得还挺好的 因为这个 他疑言不就知道是谁杀了 不是 他疑言就是说 就是那种被投出去的人 再说一下他自己是好的还是坏的 这样子 然后还可以变一下 还可以再演一下 狡辩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毕竟是鸡腿 在右边手印的时候 这个地方已经 黑灯了 当时我 当时我 黑灯之前 跟在我旁边的是先说 然后黑灯了 我看不到他了 其实我有点怀疑他是狼 所以后面我就故意往右边跑 然后这个时候我看到了 蜡子 蜡子 一个黄色的身影 从这个尸体的 这边 逃脱 然后我就看到了B先生的尸体 蜡子蜡子 这把绝对是蜡子 投蜡子 尤其不结束 下一把顺头我 我是一直跟着你的 我去修店了 为什么你不往修店的地方走了 因为我怕 因为我怕你杀我 如果说你如果说绝投蜡子 游戏没结束 那我就跟着你投呗 如果蜡子没有 我就投你 不 蜡子 这不是我 这不是我 因为我右上角有两个任务 我正在做 然后我还想把 上一轮就是 上一轮的尸体没有了 一定要投蜡子呀 蜡子只有黄色的 只有黄色的 只有黄色的尸体 黄色的尸体 应该是没有尸体了 但我确确实实 右上角有两个任务 一个是做望远镜的 然后才做完一个 正在做第二个 但我真的没有看到尸体 然后还没走 所以把应该是两匹狼 我不知道到底 是不是阿团报假案 但是我又觉得他很正业 但是旁边又有其他人 可能是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我看漏了 还是阿团报假案 我现在阿团这么踩我 把票投在我身上 我都不确定 我想再听一下 我 但真不是我 我去 我一直往左边去做那个 接电线的任务 然后灯系的幕后 我就往那边再靠 然后也没有就 灯黑了 我愿意看到 左边至少没有人 在左边啊 路上角没有人 然后过 但团哥这一波 确实踩得很死 看看一票吧 应该不是特别大 是这样子的 团子一定是个好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现在死人了 那么证明什么呢 证明就是凶手一定被投出去了 那前面死的 是不是只有 莫子和王大两个人 那么我们投出去的人是南崔 然后这一轮死掉的人是老鼻 如果说是双刀控场的话 那肯定不是老鼻 那肯定就是两个杀手一起去刀人了 所以 南崔是个凶手被投出去了 那么 团子是当时跟老鼻一起点票 这个 这一把仙叔叔跟蜡子两个狼 他把蜡子点出去了 团子说 这个蜡子 先说我想杀我 是我用走位 我用走位 我跑掉了 我没有去修灯 因为他想在修灯的路上杀我 可惜 我没有走 我怀疑他要杀我 先把蜡子投出去 这一把结束还没有结束 最后一个狼师先说 你看有没有 他赢字爆了 他投了我 这种好人面这么大的时候 他竟然还投我 游戏没有结束 他下一波肯定会脏我 他下一波绝对不会杀我 我下一波一定要好好的按死他 我 这个凶手没有被抓到 这两个人倒脱了 我当时是吸了灯的状态是吧 我把那个老逼杀团哥就过来了 他没有看到我 我看错了吗 天哪 不是你看错了阿团 是托你杀的我 但是我看的是一个黄色的 出过去的 好兄弟 好兄弟 不要是黄色 我他妈 我杀不了人 我他妈的 我开始在那里看那个按钮 你知道吗 看那个按钮会耽误我杀人的CD 我想我想就是掐个表去按一下 我我看到的是黄色啊 为什么我瞎了吗 灯光很暗 就是右边的状态 右边的状态 我天哪 你敢加油那里 加油那里 你还进来吗 天老爷呀 托你的棕色怎么可能会像黄色 我瞎了 我今天已经有过很多队友了 还有没有我的狼队友 你为什么不跟我去做 为什么不跟我去做任务阿团 因为我怕你杀我 我就故意往右边走了 我怕你想看我做任务 然后把我杀掉 然后我就跑了 我就拉了一个枪线 我就往右走了 结果我就看到了命案现场 结果我又没有看清 拉了一个枪线 结果我还没有看清楚 我真的是一只猪 完了 傻逼了 我记得我看到的是黄色 黄色 是中色 我觉得这里有点危险 B先生和仙叔在右边 托你往这边走 托你看一下有没有杀人 看看这边有没有尸体发生 如果有尸体发生的话 那么就一定是托你杀的 OK没有 那人去哪了呢 怎么成是个爸爸 都是狼阿 好可怕阿 这按概率也不可能天天是狼阿 每一把都是 蜡子 蜡子从这边走的 蜡子 这把我在保安室门口 但是我没看保 我没看监控 因为仙儿在里面 一直看着监控 首先我给一个精神 仙儿这把是绝对没有作案时间的 我尸体是发现在最左下的一个位置 就保安室走廊一下来一左拐的这个位置 是发现了沉思狗的尸体 然后我这把没什么信息 因为我一直在保安室 最早是 反正好像是阿团在吧 看到我们两个在保安室 最后你们两个走了 还有一个人 你们走了之后 就我和仙儿在保安室的 然后他看监控 主要听仙儿和其他人的发言吧 然后左下角发现的尸体啊 沉思狗 过 左下角 我一直在右下角那个地方做任务 我都迷路了 路途中我碰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黄塞的 一个是中塞的吧 好像是 然后我这把我没有线索 我是过是吧 过 我这把跟托尼在中间 我基本上能证明托尼跟这两个死人 没关系好吧 然后我往下走的时候 碰到了谁来着 碰到了狗哥 哎不是 是谁 忘了忘了过了过了 没什么有用信息 好了 爆了你 然后我是从上面最后走下来的 走下来的去到我们那个 就是拍案的那个地方 就中心点 然后我在里面碰到了 首先碰到墨子 第二个碰到阿团 然后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 因为他们是从就是那个拍案的 就是下面还有一个入口进来 我不知道他们是从那个入口进来 还是从里面做的任务 但是我从右边那个入口进来的 之后最后看到的是他们两个人 然后先看到墨子 后看到阿团 然后途中也没有看到托尼过 我刚刚刚准备回去看心电图的时候 在心电图的那个 还有拍案的那个中间 发现了大娘的尸体 但是我还没来得及 你们就已经拍案了 然后刚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看到了先叔和毕先生在那边看监控 然后我想这么多人看监控 然后旁边还有大傻吹 我们四个人当然在那边 然后后来我就想这四个人 还是有点危险 我就跑了 跑了之后正好就看到 就是看到蜡子从那个拍案的房间出来 然后旁边我不知道你是没看到尸体还是怎么的 我觉得你应该是看能看到的 如果你是从左边心电图过来的话 你应该是能看到大娘的尸体 但是你没有报案 我就怀疑你是不是杀了之后 直接往那个拍案的地方走 然后从左边门出来 然后我正好过去 就在右边门看到了大娘的尸体 我这把应该还是会比较怀疑蜡子 但是我还想听最后有可能会弃票吧 然后我是一来就往右边去做的正步 蜡子就在尸体旁边 他如果从左边进来的 他不可能 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啥 但是我 但是至少这两个尸体跟他应该没有参观一些 但是在这个期间我看到个团哥 但是那个老B又说在左边看到个团哥 但是我看到团哥的那个时候 他是我 他是那个在右边这个位置 啊 我感觉这把不能弃票 我还是偷一手蜡子 还是不能弃票 因为有狼 这把两只狼 蜡子和蜡子投了我 那这一把 蜡子有可能就是另外一只狼了 蜡子直接自爆了 这一把 他们想混票把我投掉 哼 好的 好的 我知道了 我全部都知道了 哇这啥 这啥 这点这么久 看一下新电图 完了 我要死 完了 我想拍 但是我又有点不确定 先做个任务吧 扫个马 跟着莫子看莫子什么时候杀人 他不杀人我们就一直做任务 我们就抱团 OK B先生在那边梗了 OK 看一下莫子会不会回头 他如果找机会再回头的话 那就证明 莫子应该是个坏坏 他应该想去杀B先生 真的是莫子 真的是莫子 我应该相信我的直觉 快快快 回去看我的尸体 就是啊 没有快乐吧 看到了 看到了 就是莫子 他自爆了 他自爆了 火爆的案 我看到了阿团的尸体 右上 在我的视野里面 反正是在我的视角里面 首先第一波 第一波的两个凶手 是绝对和仙儿没有关系的 仙儿在我现在 到直到现在 他在我心目中也是金水的位置 然后呢 在我的视野里面 仙儿也在出现的 右上 托尼是从哪跑来的 不知道 莫子爆了呀 他真的投票要把我偷出去 是 场上应该还有一个凶手 怀疑莫子 怀疑莫子 怀疑莫子先说 怀疑莫子我相信 我仙哥老闭 我们四个四个一起跑的呀 然后那个 就通信设备坏了过后 我仙哥和你 我们就去了通信设备 然后回来就看到那个 王哥的尸体 在我的视野里面 我没有看到过就是 那个莫子和翠 就看他们两个出机 看他们怎么说呗 看票行啊 我跟阿团一开始是抱在一起的 然后走的时候是莫子 我最后一看一眼也就是 莫子和团子是抱着团的 然后我下来做通信的任务之前 我都看到了团子是在往右边走 莫子是在往左边走 然后完了之后只有莫子在那边 我觉得这一波莫子的嫌疑非常大 看他怎么说 我反正这一把应该会投莫子 看他怎么说 啊过 到莫子了 啊哈哈 我认了吧 我都看到了呀 哈哈哈哈 啊 他是上一把投票 我投错了 我投我没有点那子 是的 这也太 你是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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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啊 我看那子 我阿团都从我尸体房没走过 都对我的尸体也没看到 我还在想 他老先投归票之前 我就投了 因为Tony当时说是团子 我就想可以更一波票 辣子没看到吗 辣子你是杀手吗 没有 没有 是莫子杀手啊 但是辣子路过我的尸体了 我当时还在想 我说辣子可能是凶手 结果我看到阿团也走过来 也没看到我的尸体的时候 我在想 诶 怎么回事啊 不然我看到了 你也在那儿的话 我不可能不说的 我就反过一声 我瞎了 你是看到了什么了吗 我是看到了 他没在做任务 他到处在找人 我在进公司 他定了老久了 他一进去 没有做任务 就看这个房间 也没有人 就出来了 真的是辣子 然后再加上阿团 最后一波 说是辣子看到了尸体 然后 他并没有去报警 然后我就写定怀疑他 因为在我视角里 就是他根本没做任务 他就是进去 看下有没有人出来了 进去看下有没有人出来了 只是我在一个房间待了一会儿的 只是那个房间 没有在监控的视角里 完了 3个5号是谁啊 他把房起到了 把他退了 但是 但是你刚上一把 确实不是杀了大娘啊 嗯 那我就是碰巧 我把你也抓到了 我又看到你的话 我肯定要说的 你说出来的时候 我都震惊了 我说完了完了 要逼过了 我刚应该直接报案的 我刚应该直接报案的 Oh my god 我刚应该直接报案的 这一波光辉 行机之蛙 一只么的肚子 没有搞好 没有把他抓住 很尴尬 刚我直接去报案 直接一波 看票行推理 然后行机之蛙 一只么的肚子 亮眼全场 我就是名侦探科团 去干击监控室 哎 B先生这把不在监控室 有问题 B先生这把 他们三个人去了 我先走 我先假个妈嘎走 我绕一圈 刚是谁 大傻吹 然后 B先生 墨子 这两 这台做任务没有 为什么这一把 为什么这一把 大傻吹 这个鸡脚嘎啦 干什么 他们两个不会是撞到吧 OK 好了 不死 那就好 沉思狗在我脸上杀人 啊 沉思狗在我脸上杀人 右上角 看到了 我一进去的时候 血 当时直接就飙出来了 见到了我的脸上 沉思狗再往外跑 这一头沉思狗没得变了 我觉得 过了 你是看见沉思狗 脸杀的话 对吧 然后但是最后 我看见羡慕人的时候 是羡慕人往右上角跑的 然后结果蓝水跟了进去 然后我就没跟了 我就往下走 想从下面 正好中间有个任务 想从下面去到右上角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尸体 这一把 interesting了啊 主要是我想听一下大傻怎么说 因为你是跟着羡慕人的 我看见 interesting 放狗屁 当时是谁跟着我一起 往右边走的 我们当时还让我一起往右边走 那个老B站在那个尸体上面 移动不到 他估计不知道干啥了 看我过去准备点十几的被他点的 是不是以为大家一晚上是凶手呢 就是随便指振我 我都会给你认啊 就是看到那种好欺负 看到人的老B 现在不老实了 这个人都 杀人了就过来张我 你不要以为兄弟跟你关系好 你就可以随便乱张啊 老B杀人 老B杀老仙头 我举报 老B在做那个 那个老仙头在做那个扫描的任务的时候 我看到他杀的 当时老仙头身上还放着绿光了 老B就把他杀了 但是成是个 今天把老B出来跟我一起送出 打包走 我都认了 老B是凶手 但这种老B必须死 过了 好复杂 说实话 本来一开始我是 听到B先生的发言 我觉得就是我怀疑他跟就是 他刚一时是跟谁一起走来的 是跟好像跟莫子 我记得我们往右边走的时候 这一场杀人的话肯定是双狼 因为我们当时附近很多人 我是记得非常的清楚 有很多人 然后这把我想听一下就是最后莫子的发言 然后我判断一下到底是哪里 谁跟谁抱团 反正这一波跟就是跟莫子 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好像还有大塔崔 还有还有B先生 但是B先生的话 这一波发言的话还是挺执着冷静的 然后陈死狗其实刚刚你不能不发言的话 我感觉你有个漏洞 本来我是很相信你的 因为你前期去到我两次你都没有杀我 但你刚刚有一种漏洞 就是说你说我这次当杀手 我还会认吗 你没有说我当杀手 但是你说了一句 我这把我还会认吗 就这样说了一句 我觉得我觉得我 可能会再掂量掂量 但是这一把还有双狼在场 我们这一把有可能会要 还是要票一个人出去 我看一下突然你和最后就是莫子的发言 我再考虑 不是投B先生就是投死狗 我应该是这样选择 就要听一下莫子 因为我记得莫子是躲在鸡脚嘎拉的 好像是 应该不是大傻吹 是大傻吹还是莫子来着 我有点忘了 好像是莫子 又好像是大傻吹 他们俩长得好像 现实张可爱的飞机 现实张可爱 就是好人被冤枉过后的一种那种感觉 然后这一把我的票应该是挂在他手上 然后莫子也是在中间的 啊这一把应该就是什么 但是没有什么 卧卡总成到我发言了 我在这里中间遇到了好多人 绝对是托尼跟老B抱团的 因为老B发完言之后跟沉死狗 这明显他们两个是两个阵营的人 他们肯定牵扯出了狼跟 这把我跟你讲 就投老B跟托尼先投老B 老B跟托尼没有任何关系 我最后是三秒 投沉死狗 投沉死狗 我眼看沉死狗第一个进去的 然后现实就死了 然后帮沉死狗的都有问题 然后 然后 帮我B的也有问题好吧 我没看到先说啊 我是后面看到的 但我觉得莫子这一波发言很有问题啊 他怎么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托尼跟B先生在一起 B先生根本就没有跟托尼在一起抱团 B先生一直在右边是跟的 莫子和大傻吹他们抱的团 在这个地方 这把肯定最后一个狼就是莫子了 他急了 其实我们现在场上还有六个人嘛 就算是如果排错了对吧 我们好人的一面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我觉得这一波可以去排莫子了 我也觉得 大家听发言嘛 陈思狗呢 反驳苍白无力 莫子帮陈思狗呢 也没有什么理由可帮 他里面其实有几个信息说错的 是的 知道大家听到没有 你们他说那个中间呀 还是什么 什么我和托尼 我们抱团 首先蓝春和谁来任呢 可以证明我全都没有见过托尼啊 我们一直在抱团呀 对吧 没托尼的有呀 所以说这波感觉同步子 应该游戏结束了 过了 我也觉得 嗯 行吧行吧 过 是的 我记得右边就走我们几个 张针是没有托尼的 所以我最后也是给票给了他 留个120秒给他板吧 还要说吗 跟票 事情来了 事情来了 他都好像莫子都没有搞清楚 这个来换张我们 我觉得有点 我一直在中间的呀 实力在右上发现的 真的结束了 耶 嗯 狗哥老人恶意突然发现时间 声音